摩洛哥国家队受到英雄式欢迎 因为他们刚刚才在16强站 淘汰西班牙 球场外开派对 因为这不只是摩洛哥的胜利 还是史上第一个踢进八强的阿拉伯国家 今年八月才换教练的摩洛哥 提成西班牙无敌舰队 关键就是防守防守再防守 战术很明显不让西班牙发挥传控踢法 0比0僵局拖到120分钟 PK大战再来比运气和抗压 摩洛哥拿西甲门将对付西班牙 结果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幸运女神降临全部猜对边挡下 反观摩洛哥点球四中三笑到最后 西班牙整场进攻消极 踢得超闷 尤其最后PK四年前对俄罗斯 厄梦重演 球迷难掩失望 而摩洛哥本界一路默默发挥实力 现在还有卡达 土尼西亚 沙烏地等阿拉伯球迷支持 成了另类地主队 八强恐怕是一场硬仗 对手葡萄牙刚以6比1痛载瑞士 还诞生一位超级新星 21岁天才小子拉莫斯 国家队生涯第四战 就找出本界氏族 目前唯一帽子戏法 单场狂进三球 葡萄牙小组赛表现不差 但16强好像觉醒了一样 关键似乎和总教练桑托斯的大胆决定 脱不了关系 比赛胜不到20分钟 胜负一定才换C罗上场 这是葡萄牙国家队 14年来第一次 没让C罗在重要比赛担任先发 连球迷也发现 没有C罗的葡萄牙 肩长阵容还是能踢得自由又积极 这位传奇巨星强归强 但刚闹出曼联离队风波 最新也否认加入沙悟地球队传闻 似乎还是失业状态 葡萄牙国家队曾经是他发挥耀眼光芒的舞台 十几年过去了或许是时候慢慢交棒 16强赛事提完一轮 足球迷可以休息两天 八强首先荷兰队阿根廷 同一天克罗埃西亚遇上巴西 还有英法以及摩洛哥葡萄牙对战组合 足球传奇比利人在医院病床 也要为巴西加油 目前许多球评专家 还是看好巴西拿下本届大力准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